台南市长赖庆德21号下午特地来到新竹都城隍庙上香答谢 今年初因为台南大地震造成围观大楼倒塌 新竹市政府在第一时间派出人力和机具前往当地抢救 新竹都城隍庙也捐款200万元 协助台南市政府正在专款之用 今年的2月6号台南市那个大地震 那围观大楼这样倒塌 那真的很凄惨 我们看到以后我们马上就去问市政府 然后透过他们我们就捐了200万 这一次我们的台南市长赖庆德先生 特地跑一趟全台湾这样子感恩之旅 那今天来到新竹都城隍庙 他的诚意这个钱也都是城隍爷的钱 我们也很高兴他能够来这边 我也第一时间打电话给赖市长 表示新竹市政府愿意给予 全力的一个协助 那当然我们也马上派我们新竹市消防局的同仁 到现场去协助这个救灾的工作 那除此之外呢 我在这个过年期间 因为来到我们城隍庙 拜拜 这个正主办事就特别跟我提起 他希望能够最快的时间来协助台南的这样子的一个 抢灾的一个工作 赖清德也说到围观大楼目前有三分之二的住户选择离开现地 三分之一的住户留在原地参与重建的工作 对于受灾户后续处理的原则 以同理心专案列管多元照顾和公开透明协助受灾户 台南市长赖清德剩下两年多的任期 新竹都城隍庙总監事曾根崖也鼓励赖清德更上一层楼 赖清德本人则是没有多做回应 只有简单的表示只想在剩下的任期内做好事政工作 凯波新竹万事连采访报导